下一場也是我們資訊也要倡議的部分 這次要倡議的題目是跟最近台灣蠻多爭議 有關係的就是我們的數位身份證 那所以下一場就是我們談台灣與國際的數位身份證發展的影優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會歡迎到我們講者Sinning跟Rosa 那這個題目其實在Sami也不止一場 那稍早其實有另一場也是在談論數位身份證 那我想是一場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們除了在談台灣的數位身份證執行的影優外 同時也會帶進一些國際的案例 那相信是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對照跟參考的 那我們就歡迎Sinning跟Rosa 那也順便再提醒一下就是我們的Slido也同時會開放中井皮膚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上面做詢問 我們在談論數位是很可知的 如果你認識那些話會有多幫忙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放文化基金会 那我们的基金会稍微简介一下 主要是做关心能够开放相关的三大议题 一个是开放原始码 一个是开放政府 一个是开放资料 然后除了关注这样子的议题 以及做一些倡议与国际的交流之外 所以我们也会协助台湾任何关心这些议题的社群 处理一些像是行政或是财务类的工作 所以也可以称 也可以大概把我们想成 台湾开放盛局相关的office这样来的 那今天呢 要来介绍这个数位身份证发展与引诱的人 就是由我、Rosa 跟我们基金会有同仁新颖 那我们就用G0V的三个关键字的方式 来介绍我们自己接成一些议题 那请不请 大家好 我的新颖 然后网路自由 授权经营 然后三个 两只帽子 妈妈 然后我的三个关键字是 写文案 科技麻瓜 跟开人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有一件事情要拜托拜托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议程呢 呃 是因为有经济部的工业局 还有工研院赞助 讲者以及部分的会众 从台湾各地来参加 而这一次G0V神明的这个大会 然后因为我们结案需求的关系 如果大家愿意帮忙的话 可以在门口的那个长桌那边有签道表 帮我们签一下 你称 或者是你的姓名 看你们方便为主 谢谢大家 好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先开始 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数位晶片身份证 把他当服用 这次的议程之前 请注意 这次简报出现的 任何的政府相关的资料 截图跟后会 都不是最终和正式的版本 都不是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呢 总的言之就是 不好意思 台湾人 我们政府真的需要这个滚 动式修正的这件事 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资料释出 首先呢 关于数位晶片身份证 我们现在科普一下 这张身份证到底有什么特别 跟我们现在拿的有什么差别吧 我们政府现在的定义是 只要有了这张数位身份证 就可以方便的使用任何政府的线上网络系统的功能 可谓是打开智慧政府的关键要素 那这个身份证 他主要功能是结合身份证 跟之前报社会或是什么 会用到的自然人评证的功能 未来也有可能 扩充式健保卡或驾照 甚至绑定手机 把它做成一个无线读取的随身 所以我们现在的身份认证和辨识的系统 简单说 政府要呼吁的就是 一卡在手 希望无穷 大家想要怎么做身份认证 都可以轻松便利的完成 然后呢 至于这张身份证 大家要在什么时候会拿到呢 最近的一个日期也就是2021年 大概24天之后的1月1日 台湾就会有四个县市的居民 可以强先拿到这个四半的滚动式修正的身份证 那至于拿到的是不是最终版本 因为还要修正是很不太确定 至于这四个县市有谁呢 登登彭路县新竹市永和区 还有返桥区的民众们 是不是很兴奋啊 马上就可以玩到这张身份证咯 但是呢 如果没有玩到的区域的朋友们 也不用着急 因为明年7月开始就要设法全国全面的 强制换发这张身份证 那就正当时到时候呢 他会有个失效日期产生 所以大家都要换成这张 带有今天的身份证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张身份证未来有可能 有机率长什么样子 加一个尾也就是因为 目前都还不确定的关系 那身份证是长一个简约的模式 非常多现在身份证上面 包括配偶等等的资料 在上面是不会显示的 但特别的地方是后面加了一张 RFID功能可以无线读取的晶片 以及有一些记读码 这样子的技术的东西 那晶片的里面呢 目前的资料分区是有这四个大分区 把这个分区放大来看一下 大家的详细资料都会 清楚的记在这边 那这四个分区呢 里面详细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为大家简介 简单来说 左边这两个分区记载的资料 是比较没有机密性那么高的 我们被称为公开区 那公开区的资料 比较特别是有一张300dpi的相片 也会被记录在公开区里面 只要输入你的卡片序号的后六 就是看着你的卡片输进去 就可以获得你的这一些个人资讯 那比较高加密的也就是 右边这两区 一个叫做加密区 然后一个叫做自然人品这区 这两边都必须要输入 制定的密码PIN1跟PIN2 才可以获得里面的资讯 那我个人认为就是 这三组密码第一组其实就是 形同虚设啦 不管谁拿到你的这张卡片输进去 都可以载到你的这些资料 那二三组的密码是 呃字数比较严格一点 然后政府也有一个防呆数字 就是六位数字跟八到十二位数字的区别 然后让人民不要随便的输入 一模一样的密码 然后让别人轻易的盗取 那看到这个身份证之后 这其实是经过第四 或第五版修正之后产生的版本 才有刚刚这些分区 那这些问题是我看过这么多版本之后 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没有被解答问题 供大家来思考一下 第一 300DTI的照片到底要拿来做什么 就这一个可以载下的照片 到底要拿来做什么呢 第二就是自然能凭证的初始状态 因为他有附加这个功能嘛 有电子线张的功能 那他初始的状态到底是开的还是关的 第三 他刚刚的有一个是说 如果使用这个身份证在各个服务机关的话 那服务机关有包括政府机关以及银行 整整的机关 那就是涵盖公司部门 那谁来管辖他们如何使用这张身份证呢 另外就是要怎样知道这些服务机关 里面有哪一些人物是有经手过我的个子 如果我各自因此被盗了 啊我的脸被放在那个Deep Learning的那种影片上面的话 那有谁可以附起这个脸 大家也可以一起思考一下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疑虑 我们开放文化基金会有发起一个连署 大家可以拿手机来P一下我们连署的网址 看看里面的内容 EID.TW非常的好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有认同任何我们讲的疑虑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连署 因为目前我们连署人数达到一千多人 政府也因为民间的种种压力 有逐渐释出一些资料 所以连署其实是非常不用的 我们连署的内容目前有四个诉求 那政府因为压力的情况之下 对于这四个诉求都有一些公开的回应 我们来一项一项的帮大家 来看一下政府有什么回应 我们的第一个诉求是不应该强迫全面换发 这样子的一个有晶片读取风险的身份证 而应该让人民有选择自由 那如果提供那种纸本的身份证的话 应该是你换发身份证的时候 政府也给你一张纸本的 然后让它可以就是不使用晶片的版本 也可以达到身份识别的这个功效 我们的诉求是这样 那我们也有在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办法修正草案里面 用基金会的身份来做出疑问 但政府目前的回应就是 他会给我们一张晶片资料清单上面印满满大家的个资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护证事务所申请 或是自己上网把它印下来才行 那来看一下我们的诉求二 我们希望这种可以无限读取的晶片身份证 可以不要随身携带 因为我们户籍法其实是有规定 我们就是要一直戴着身份证 因为可能警察理解说也会问 但是政府官员还有 还有我们的那个唐奉政委 不止一次的强调说 我们这个户籍法呢 随身携带的这个法规只是迅事而已 跟你讲好完了啦 那你不戴也没有任何法则可以罚你啊 所以呢这个法你看一下你不要戴也可以 意思就是这样迅事方面的法规 这个迅事法规延伸到诉求三 就变得比较严重喔 我们一直希望成立一个独立的个资保护机关 去来处理人民的个资 因为目前我们是没有独立机关的 所以我们的个资法也如同 刚刚的那个如同虚色一样 就跟刚刚的迅事型的法律是一样的法律 没有任何法则 那我们提出这个机关的要求的时候 行政院这边的 内政部这边的反应是处理中请消购 不要挂断电话 不是这样 但是他目前就是一直在一个严处中的状态 那接下来真的发行EID的话 我们的个资要是经手政府有任何的外泄 是没有任何罚则可以罚那些疏忽 还有大义的人的 所以也就是一个训事型的东西 因为目前这两年有一个很大的是全市部的公务 人员有五十几万笔资料 各资被外泄 目前也没有任何后续的情形 然后目前也没有任何官员因此下台的这个部分 对没有罚则可以处理 我们最后一个诉求是开放系统的原始码 那开放这个系统是晶片的存取系统 那政府也在他们的PPT里面有回应说 我们可以公开这个软体的存置码 但身为一个开源人 我们自己是觉得 其实公开跟开放讲明白一点是不太一样的 公开其实就像贴在布告栏一样 把他的那个里面的扣摆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并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让人民去修正 或者是有debug的那个空间 那我们真的希望的开放 其实像是比利时这个国家呢 他们的那个数位分的识别系统 真正的开放原始码 是把全部的扣都贴在eHub里面 人民可以自己进去发展一些 他们自己的EID的延展的应用程式 或者是帮忙debug之类 这才叫做真正的开放 那讲了我们的诉求之后 现在换欣颖跟大家介绍 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是 我们的官网没有特别没有讲到的 嗨大家好我是欣颖 那我其实是延续的小鸡前面讲的 那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看来说外经验身份证 在政府的回应下面 还有哪些问题可能我们还 政府还没有考量到的 第一个就是长者使用的困难 就是刚刚小鸡有介绍到说 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是要输入至少两个的密码 加密区跟评证区的密码 那这个里面他有告诉你说 不能使用生日喔 但我想各位的阿公阿嬷 应该最长最记得住的应该就是那个生日当密码 我们要怎么样 政府要怎么样让长者可以顺利的便利的使用这张卡 那这么多众多的密码 对他们来讲是方便的吗 他们跟得上数位时代新的发展的这些东西吗 那回过头来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在倡议就是 当我们政府他现在说当他发了EID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列印那个清单名册 就是不好意思你的晶片里面的清单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事情是 当你发了这张的时候 他的个子那里面身份在里面的清单 就同时交给你 他跟阿嬷他们就直接讲好说 这个就是这样子使用 那免除他们还要有这些一些的障碍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生物辨识的疑虑 其实这边刚刚讲到的是公开区有300dpi 但如果有在追EID议题的人 大家可能更了解的事情是 加密区原本有600dpi 在11月公告的文件里面滚动式修掉了 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滚动式的放回来 对那我们想要每一次的插卡 大家都可以拿到这么高解析度的照片 基本上你只要用到公开区 公开区他现在是放卡面上的资料 基本上你只要用到公开区 那你都有可能取得那些资料 我原本只是想要给你一个姓名 给你一个身份证字号 我可能只是为了防疫使用 但当我这么一插卡 你都还可以拿到照片的300dpi照片的时候 试问对方不拿吗 他不拿来做个研究吗 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些的规范 可以规范他们要做什么事情 那另外我想谈的是晶片的蛤蜊化 什么叫做晶片的蛤蜊化 我们主要在讲的事情是 开放化机器会关心的一个地方就是 如果我们用墙坡去打的时候 有可能可以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有多少人群聚在这个地方 那政府现在告诉你的是 输入过墙的讯号晶片将自动启动保护机制 然后而自动关闭 这个就像什么 这个就像蛤蜊一样 你用手去碰他 然后他就说他会关起来 然后你手没有碰他的时候他会打开 这是我想象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我这种说开就开说关就关的机制 我们到底要怎么验证 到底这张卡片是哪一张 然后他的晶片型号是哪一个 我们是否可以验证说 他确实是能做到这样子的功能 那以及在很早之前台大的政政谋教授 就已经有研究过 在两公尺外他们就可以用技术去无限的可以去读取到资料 就是悠悠卡的资料 那这张EID其实基本上也是一张RFID卡 那是不是也是还是有这种远距被扫取的风险 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就是看看国内现在的一些规划之后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在做这些数位EID啊 或是辨识系统上面他们的一些制度 那这张图其实我是截至于内政部的数位说明简报里面 那这是11月里面的简报 内政部一再再的跟大家讲说 全球只要有发行国家晶片 国家身份证的人大概就82%的国家 在2017年他是有发行数位晶片身份证 那他甚至预估到2021年的时候大概还会再成长10个国家 那看起来这个数据潮流就是如果我们不发 看起来就是落后了一个落后的国家 我们并没有往数位前进 那但是每一个国家有他自己的状况 那那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中研院法律所的邱文聪研究员 在7月的一场数位国民身份证的研讨会中 他整理了简报里面 他有提到了德国爱萨尼亚日本和台湾 那我们根据这三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 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是终身一人一号 然后并且我们要强制领政 这终身一人一号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问题就会是当你前阵子有一一的个子外线 然后听说就是只要你当初就是小时候你要求职 然后你有去登录一一一 然后你把身份证他也会要求你输身份证 那你的个子就外线 然后这时候政府有可能跟你讲说 那个个子是旧的 对啊小时候的我的个子是旧的 但是我应该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换过身份证值 所以那个资料到底是旧的吗 怎样去定义说那个资料是旧的 基本上我们的一人一号制度跟着我们在 跟着我们一辈子 除非就是我也在内政部会跟内政部建议 那他们就说除非你有法院上面的 你有跟法院然后有被冒用 然后的行为那你们也可以来改身份证值 其实这让我想到那个权续部 不知道有没有公务人员先想要从内部开始 就往内部打一下 先跟政府说你们先把我个子泄露 然后我要先换我的身份证值 这样子不知道对他们来讲 会不会感受到那个的麻烦 那在台湾他是有强制攜带政见的 那虽然是迅事规则 但是一样是一个我们名文里面有法律里面 大家都有构支法的保障 但是在台湾其实是没有专法去规范晶片身份证 我们目前还是只用了国民身份证的照片 即户籍影像限制管理办法 来规范这些身份证的东西 他这个办法里面有些都是迅事的条款 他没想说不能洩漏这些东西 但是没有其他的罚则 那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 那另外在数位身份的识别跟验证里面 在德国跟日本 他们其实是可以有up in 跟up out 那在台湾的状况是自然人凭证 数位的身份验证里面 我们其实是up out 的权利 基本上他发给你的卡的时候 他会给你那个功能 如果你不要你要跟他提出 大概下目级的状况是这样子 那我们在资料上面谁可以取用 就是可以存取 可以使用 用多久 用多长 什么时候消失 这其实比一时的法规 其实是有规范的 但台湾目前其实没有 身份资料的串联 我们资料户在那边串来串去 那串联的限制是什么 其实也没有讲清楚 那各资的专责法务机关 就如小七刚刚讲的 就是处理中请稍后 还没有完整的 各资保护 现在目前就是各机关 各机关 各机关泄露你的各资 你就要去跟各机关讲 但是我们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吗 目前应该还没有这样子 各资法的诉讼案 基本上我们有点像是裸奔在网路上 但是并没有人在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我的各资泄露的时候 到底我可以知道 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泄露出去的吗 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办法 有一个地方去查看 谁正在使用我的各资 谁有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数位足迹 我们更不了解自己目前的状况 在这种各资的半天飞舞的现代 我们真的不需要用一个隐形的抛射器 非热器 其实这是路边捡到的图片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张是各机关单位人员的详细资料 然后大概10块美金 然后海拨的大概1块美金 但是这个有点不 看起来我不太会太有兴趣 大概这个1000块美元 就是大家的各资在那网上面 其实就是这样的飞舞 但政府跟你讲说 我们要讲经历人 我们可以先发了再来改 然后滚动式的修正 然后再来谈 但是这中间我们的资讯的安全 我们个人的隐私的各资的资料 是这样子可以说 诶 泄露出去了 然后就救不回来了 应该吧 就是应该是救不回来了 那我们的期待是 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改变一人一号 但希望至少有一个完备的法治 然后让系统跟资讯是公开的 让系统是开放的 至少我们可以降低这些的危机 好那因为我本来要留10分钟 让大家QA 所以我这个是目前开放文化基金会 其实快速介绍就是我们协助 还挖很多的开源社群的经营 那主要是跟它们合作 因为他们可能会缺乏法人可以帮忙 那我们就会跟很多community合作 所以这上面全部都不是 不是全部都是我们的专案 但有一些是我们做的像EID 然后像今天有讲的开放国会 开放政府 我们都有在参与 那也有我们自己呼吁的计划 那最后有两件事情 左边就是拜托大家赶快来联署 我觉得联署真的对这件事情很有用 你的联署 让政府又释出了更多的资讯 那右手边那个就是今天 这个任OCM有一个捐款的活动 那只要你捐款100块 就有企业在捐款我们100块 所以也欢迎各位圣诞老公公 donate一下OCM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slider上的问题 好非常谢谢Sin跟Rosa 那接下来就是提问的时间 现场有没有问题我先询问一下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也是用slider来看 那目前slider上面已经有四个问题了 那我们刚刚上一场从上面开始 那我们现在从下面开始了 那想要先请问的是 目前除了联署以外 正为IED的议题 不知道民间还有什么样的行动 然后针对IED这么多 目前针对EID 针对这么推动EID 没有太多太大的反应声量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说 目前民间有哪些行动 那这些行动目前看起来没有带动民间太大的支持 就是支持他们去支持去反对政府的声量 那接下来下一波的行动应该是怎么样的 除了我们基金会跟台湾人权促进会有发起联署之外 其实司改会跟台权会那边司法改革基金会 跟台湾人权促进会那边也有发起对政府的诉讼案 那这个诉讼其实是预防性不作为诉讼 因为当欺制运货我们不愿意拿这个新的身份证 然而救证失效之后难道他们就要否决我们的公民参与的任何权利吗 因为台湾的法规里面有像应考试浮工职考驾照申请留学的那个补助金等等的 是指认身份证作为唯一身份的凭证 像是建盟罕那种第二第三排名的都不算了 那这个诉讼其实就是用这个点去质问政府 在你们这样子不完整的法治以及不公开的系统 到现在都还没有正确版本的滚动式修正之下 人民的这些权利就要因此受损了 所以我们诉讼案持续进行当中 那我刚好就是诉讼案的原告之一 因为我还没有考驾照 那如果拿这个新的身份证 我不想要使用晶片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可能就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在台湾行使考驾照这个权利 那我也是诉讼案原告 大概是目前是这样 那我觉得先起民意的反弹没有太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其实政府的标案除了系统建制 还有晶片建制之外 他们也花了400万的预算在广告宣传上面 那大家看到的对EID非常promote的一些粉装 我也不确定到底是可能是请行销方式等等来的 那所以声量是基于钱财而被洗的 我们只能尽微谷之力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非常谢谢任何他这边就是回答 那我想也顺便回答到刚才就是说第三个问题 说台权会跟OCEO还有谁在这个议程 议题的倡议上面 那我们先回答上面两个问题 再来回答新来的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将来如果真的如愿有了独立的各自机关 或者是有所谓数位发展部也是另一个地方在讨论的 那讲者们觉得EID的权责单位应该要维合 EID的权责单位目前一直都还是内政部 但内政部会说他们另外同时在发展的一个东西叫TRAW 这上面都没有讲 因为TRAW其实是他们在建制的系统 到政府里面资料的交换 那EID是其中一把钥匙 可以去使用TRAW 然后可能健保卡也可以去使用 所以我这上面都没有讲 那对我来讲EID还是内政部主管的事情 对 那 好那我谢谢你 那下一个题目就是说 那因为刚才一直强调EID专法的可能一个重要性 可能是一个有EID以前需要的前置作业 那觉得这个专法应该要包含哪些内容 EID的专法其实以基金会来讲 我们其实写了一个草案 有送给一些议委去做参考 那基本上就是我们前面四大的诉求 之一就是我们觉得 对于数位晶片三分证 那既然它有晶片的功能 那它就不应该要攜带出 可以不应该要攜带出门 那另外的就是大家的会议记录 委员之间的会议记录应该要能公开 现在的状况就是在EID上面 我们要资料要的很辛苦 但其实他们都跟你讲说 在滚动式修正 他没有办法公开这些东西出来 所以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补充一下 那就是我们的专法的内容 其实也是希望 除了更快资料之外 更详细的 并有法则的去规定 今天读取的限制有哪一些 例如说现在明明照着卡面就可以判别说 你18岁了可以买酒等等的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人要硬插我的卡 读我300DPI的照片的话 是否有反规是我的靠山 是可以拒绝它的呢 那使用的机关到底有哪一些 因为现在政府又说 公家私人的服务机关等等等等的 但其实有哪一些机关到底能够使用 那会不会现在银行 银行工会吵一吵说 我们私人银行也要用这个来做身份验证 政府就让他加入 那私人的贷款 那贷款的工会去炒一炒之后 是不是又让他加入 那在这样子 不确定的情况之下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个资的非武行情 是可以蔓延到哪一个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些在我们的专法的草案里面 都是有去规范他 好 谢谢Rosa补充 那最后的题目可能比较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只剩一分钟 那我们就请两位讲者一分钟回答一下 刚刚 诶 怎么不见了 那好 那问题不见 那我们直接用这个说 哪些国家的各自保障方式是可行和可参考的 不好意思 对于法律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不是专研在法律上面 那大家可以再参考邱文聪老师的 他们那时候有在针对德国法 跟日本法去做比较 对 好 那我找到刚才那问题 那最后就是一人一号 对 一人一号的问题是 是因为那个就是完全是你的号码 那他完全可以破坏你个人的状况 那我们如果这个 当这个号码是泄露出去的时候 他基本上有你的号码有你的名字 他基本上还可以帮你去重新办一张信用卡 之前前段子的新闻就这样 他有你的身份有你的名字 然后告诉银行说 诶 我的电话不见了 所以Bara之类 那我要重办 然后就倒数 所以这些问题还是会发生 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六个问题都回答完 非常谢谢石英英跟那个Rosa今天的分享 那大家也不要忘记 等一下三点到三点半休息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到门口 或来这里帮他们签一下 就是那个签道表 对那就非常谢谢大家